我是上台前要喝一点 我们值不值得让他们去看好几场 然后最后一场演完之后 所有人都不说话了 我不想演 又过了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可以代表整个青年时代的法刺 时间最矫的一次巡演 演了四十多场 第一次说横跨了一年才搞完 巡演终于落下帷幕 刚开始哲哩故事的前几战是兴奋的 人很久没有演出了 是特别的兴奋 在巡演路上那个力量张力很大 也是每天就像战斗一样 像每天的行军一样 然后就是延期啊 取消啊 比延计划没有那么密了 后来又开始可以演 反正就是来回折叠吧 法刺这个现场的这种精神和战斗力 还是得出来 更多的是比较享受这个过程 然后把它顺利完成 有点像又过了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就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上海第一场在一个场地南蒙宫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场地 有精神属性特别多吧 那些美丽的苦难的冰村 然后乐迷也特别就是感觉跟我们是 就那种心连着心的那种感觉 然后演的就特别的在状态那种 很久没有那种感觉了 就难以形容那种 在杭州毛那天人特别多 演出完之后地上就是全是汗 特别滑 千寿的时候我在喝酒 拿了一个酒瓶 挺着急的去千寿 走到下边的时候 然后我整个人就飞起来了 酒瓶在手里攥着 跑地的时候就直接砸到地上了 然后手就豁开一大口子 少了之后还能活动 非常必欲化 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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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能活动呢 我是个吉他手 吉他手啊 那不行 那不行 明天要演出 明天你感受一下 然后到第二天演出的时候 乔云师跟我说 第二天演得特别好 不敢放得太开 但是演奏得特别的稳 对 声音很均匀 就在北京第二天演了四场 第二天就发烧 其实巨难受 那种状态 但是我又不想 因为我个人的问题导致 这些演出再延期或者中断 因为我们北京也都 从去年延到今年了 我也不想让观众失望 可能对不起观众 因为我在生病的状态下 让我挺感动的是 乐队其他人就会 可能比以往会更加卖力 在台上 我能感觉到就是那种 在给我鼓劲 这个让我很感觉特别好 谢谢北京好久不见 我是法兹来自欣 今天是我们 《绝对古事新演》的书关 最后一场吧 设备出现了好多次问题 中间断电了两三次 然后停下来 但是就是印象特别深刻 来回想也是一个回忆的一个 值得回忆的事吧 就是可能也不需要那么完美 他的那种就是那种情感 还有他的张力 就是让我很感动 或者让我很直击我的内心 就在舞台上又觉得 还得是他 才会有那种让我 感觉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或特别 特别法兹的地方 《开场取甲水》 其实这个歌我们 算是这张唱片里 最早有的歌了 《疫情》刚开始那一年就写了 《疫情》 《出生》的感觉 从内心里来去说话和呐喊 我们现场版是那种 可能特别摇滚约的那种 特别直给的 当然我们也是经过很多讨论 才确定这个歌怎么改 我是最喜欢的 还是《热死荒凉》 《冷山》这样的 然后呢 这两首歌我是觉得是有 可以说是对法兹来说 有一点沉淀的 这种沉淀呢就是 把那种冲撞感冲突感 化成了一种 正好又跟西北啊 天气啊 把它们化成了一种 一个向上的力 是一个内力 是向上的 因为《冷山》这种歌 先是首发嘛 首发有一个叙子我写的 我最开始对这个歌的感觉 付出的那种情感也是很深的 是我们是去了趟德尼哈 然后最开始是一个动机 然后赋予这个色彩 就龙哥制作完之后 我听到我们一个最初的呈现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是有一股冷气 在往上听的过程中 我觉得这个感觉对了 灯塔其实是一个无限化的东西 它是一个可以是烛火吧 或者是照亮前方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它可能每一场都会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每一场都有它一个特定的一个情绪的内战 这首歌我觉得是最能总结这张专辑的 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的一个结语 对 我很确定可能短时间内 很难会再有一张这类似的唱片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它有一些歌我没写过的东西 为了让唱片整个更完整 我们写了一些跟法子不太像的 不太一样的东西 之前的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也很难说是 在像做一张这种 从头到尾在讲述一个故事的这样一个 一张唱片 还有好多歌就是可能写的差不多一半的时候 又经过可能整体的这个专辑的 它的每一首歌的这些走向 会相信调整人生 和编曲和歌词都会相应 就会靠这张唱片的那个 一直延伸 对 诉说的一个大的概念去调整 这个其实就是 的确是之前没经历的 我已经不在乎 路边的风景 对于乐队来说 这张专辑是像是一个 从一个青年到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感觉 因为折叠嘛 人生 有很多的瞬间和碎片都在被折叠 其实是一张很乐观的专辑 而且可以代表整个青年时代的法子 因为法子是从最开始出现的时候 的状态就是很冲撞的 但随着一点点混乱 真的可能是少年时代的法子 现在是青年时代 可能会有一些人生新的一些阶段的思考 去考虑的不再是像以前的音乐呢 只需要一个镜呢 或者是只需要一股状态 可能还需要一些音乐性的东西 可能需要内心的情感 由内而外的这样去表达 谢谢你们让我出走 亲爱的爱人 朋友 谢谢我们的相遇 就每一年每一次宣演 可能我们自己也都在变化 也演过可能有几百场 但是每一次也都不一样 然后我 而且我对这个事感觉也一直没有厌倦 我们之间彼此也都在互相进步 很开心能做巡演这个事情 有的歌迷 我有的会看他们看好几场 就是我会觉得 我们值不值得让他们去看好几场 这样的乐迷 会让我更加的去 可能去努力吧 然后让整个我们的音乐成见的更丰富一点 或者更稳定更好一点 像我一个人 清闲 我以前比如作为一个乐队成员 我们只是需要把音乐表达好 或者是把我们自己的那股劲 在舞台上展现好就够了 但是这次巡演 可能更多的会去想 包括整个团队呈现的舞台 效果会是怎样 更多元化一些吧 比如灯光啊 微阶啊 就是力求更完整的一个演出呈现 大家是一起 包括 包括SC的所有团队的伙伴啊 我们一起去促成这个事 真的还挺不容易的 但是 这种成长就会让人觉得 生命很热烈啊 我觉得就随着这次的巡演结束 就把它这张这篇故事 就把它中章就留在这了 然后我希望我们一直可以这样做下去 按照自己的好的状态演下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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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